- 球隊在這個階段的問題, 可能就是防守的 然後進攻上面可能因為失誤一兩球 就可能開始會責怪 所以可能在球場上的執行力 跟專注力就會開始下降 所以我們回去會做調整 就是把最好的狀態發揮到八強內 加速球退去 教練就希望我要大膽進攻 然後不要一直太執著在穿球 其實這階段自己狀況就沒有很好 可能會想太多 就想要進攻 或者是突然想要傳球這樣 所以就特別猶豫 但今天打起來就不會猶豫太多這樣 我覺得就是盡可能忙到球隊 就是不管是在籃板 或者是得分 或者是分球 就是抄截 就是有做到教練要求的 我覺得比什麼都還來得重要這樣 平常心啦 因為其實今天沒有什麼壓力 就是正常發揮的話就會 一下這樣比賽 就是因為對方的啦啦隊可能比較多 所以我們打起來會比較膽缺 就可能打起來會比較怕怕的 所以進球會怒吼 可能就是因為幫自己的士氣提高一點這樣 就剛開始前面第一場吧 就是15比較多 然後就是希望我比較偏向 就是先防守 然後防守成功後轉換快攻 就是我覺得轉換快攻能讓我就是信心增加 就能更有效率的防守完之後 然後再去做更多的事 然後我三分就是比較弱 所以大家可能會就是不守我三分 所以前面幾場我都沒有出手 然後後來對上泰山的時候 然後我就有出手幾個三分 然後也有把握住 然後後來慢慢的就是信心增加之後 教練也給我更多的機會 然後有時候小龍可能犯規比較多的時候 就是也會相信我 然後讓我上場去控球 然後帶動整個團隊 就是第一次打十二強嘛 一開始有點緊張 而且我覺得強度有差 對我來講 因為可能預賽就三場 然後來到這邊要連續打五天 而且其實現在大家都知道我會進攻 所以其實我要出手的 應該是說節奏都很快 我覺得這是我回去要加強的地方 怎麼去做別人鋪上來的時候 然後我去做切入 然後去做分球啊之類的 因為現在大家都幾乎就給我上身體嘛 那我的身體強度也是我回去需要練習的 那當然楊教練就給我上場時間就是 我去換觀眾啊上去幫忙分擔一些防守啊 然後進攻這樣 我來看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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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跟著我 一邊聊 我來看不見了